於寧縣移動三樓透天明宅 24日清晨發生火警 警銷出動6部消防車、4部救護車前往搶救 將受困三樓的薛姓婦人與她兩名分別就讀高一和小五的兒女救出送醫 薛姓婦人即兒子已恢復心跳 但女童搶救後仍回憶天法術 消防人員初步判定起火點在二樓 由於隔肩並非防火建材造成拇指三人受困 至於期貨原因仍需進一步調查 薛姓婦人的親友表示 薛婦平常擔任護士與父母同住 並且獨立撫養兒女 因為中秋假期所以在家休息 沒有想到會遭遇惡禍